同学们通过我们刚才的学习 你一定对汉字有了一些了解 而且呢主要的可能对汉字的有趣与神奇了解的更多了 那么接下来的学习 我们将怎样去认识汉字 又怎样去培养对汉字的情感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任务 他要求我们进行一些活动 来了解汉字 不仅有神奇有趣和优有的历史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而且呢我们也应该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学习汉字和使用汉字的过程之中 应该增进对汉字的了解 加深对汉字的热爱 并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做些实事 下面呢是一些活动的建议 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中 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让我们阅读提供的资料 再搜集更多的资料 来了解汉字的历史 这是活动之一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搜集 因为写错汉字 读错汉字 而发生了笑话和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例 同学们 我们现在呢 接着看第三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策划一次社会用字的调查活动 比方说调查 广告盘上啊 这个电视字幕啊 或者书记报刊呀 等等用字不规范的情况 在调查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呢写成简单的调查报告 或者呢 给有关的部门写建议书 反映调查的情况 来推动社会用字的规范性 另外一种活动建议 是让我们可以呢 写书法 书法呢 是在汉字字体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独特艺术门类 那么我们可以搜集一些书法作品 办一个书法展览 欣赏汉字的优美 还可以像班上有书法特长的同学 请教练字的方法 同学们 其实呢 我们看 他所向我们介绍的一些活动的方法呢 不管说是搜集这个汉字字体的变化 还是找一些措资的小笑话 还是让我们进行一些社会调查等等 都是希望我们啊 还是欣赏这个书法 都是让我们呢 来增进对汉字的了解 来增强对汉字的这种感情 那就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情 来读下面的课文吧 我们看第一课 汉字的演变 甲骨文 我们可以看到 日子 它的逐渐的演变的过程 从甲骨文 经文 小传 历书 楷书 草书 行书 月 从甲骨文 我们看到 它的象形文字开始 到逐渐变化的过程 车 看看 最刚开始的两个车轮 都这样的清楚 两人驾驶的车轮 车 马 象形文字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搜集许许多多的 汉字的演变过程 下面呢 让我们来一同认识 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 清朝光绪年间 有个叫王毅荣的学者 他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健的主管官员 有一年 他生了肥 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 让他按方服药 他见药方里有一味药叫龙骨 觉得很习惯 吃了药以后 他就翻看药渣 这一看不要紧 却看出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来 原来 龙骨上有一些刻痕 是一些相似服的荒文图案 王毅荣平时酷号金石 通晓仪器名闻 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 他想 莫非这是一种文字 王毅荣眼前一亮 马上来到抓药的药铺 他把药库里的龙骨全买了回来 仔细一看 几乎每片上都有刻痕 他把刻痕照样子画在纸上 仔细研究 发现 刻在龙骨上的确实是一种文字 而且是比较完善的文字 上行于殷商时期 那么龙骨又是什么呢 原来是龟甲和兽骨 后来人们就把这种文字叫做甲骨文 可以说 王毅荣是第一个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人 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 河南安阳小屯村 从那里出土了一大批龙骨 从此 我国文化领域又多了一门新学科 叫甲骨学 一个偶然的发现 却形成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同学 你通过学习这课 甚至也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 来叙述一下甲骨文的发现 这样呢 你就能很好的积累住这样的一个小知识了 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汉字 请搜索见面看 一点值万斤 一点值万斤 1983年 乌鲁木骑士某挂面厂从日本引进了一条挂面生产线 随后又花了18万元 从日本购进1000元 重10吨的塑料包装袋 包装袋上的图案 由挂面厂请人设计 指出样品后 经挂面厂与进出口公司审查 交付日方印刷 当这批塑料袋飘洋过海运到乌鲁木骑时 细心的人发现 屋子多了一点 乌鲁木骑变成了挠鲁木骑 于是 这一点值差 实价值18万元的塑料袋 变成了一堆废品 这真是一点值万斤啊 不过挂面厂和进出口公司的工作人员 认证检查 就不会让这18万元复制中流了 同学们通过读了这个故事 我们在心情沉重的同时 也认识到汉字 汉字有一点点分小的差距呢 都可能会造成意思完全不同 从而呢 造成很大的一些后果和影响 有关汉字 我们在使用过程之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错用的情况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经常出现 比方说有的同学写他有一张瓜子脸很好看 却给写成了他有一张爪子脸 也就不一样了 再比方说有的同学说 他是一位品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兼优优应该单人旁一个游 如果有的同学给写成顺心旁了 那你想这个意思又变成什么了呢 还有的同学在写说 被放逐的屈原 时时不忘报国 中阴报国无门 自吻于乌江 把这个吻呢 给写成口字旁的 而没有写成正确的利刀旁 这两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刚才我们通过读课文 知道鸟和乌的差距 所造成的一种重大损失 和刚才老师给你讲了一些 有关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措置 引起的一些笑话 都是告诉我们 在写汉字的时候 应该要认真 除此以外呢 在我们的街头 还有经常出现一些 特别字的这样的现象 同学们你们看 库存小商品 实际上呢 它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是仓库存的 可得写成了这样的一个库存 意思就不一样了 信心的同学 你在街上看一看 有时候呢 很马虎的啊 或者是不认真的小老板呢 特别容易把一些不太规范的字 写在他的门外 这样呢 我们就应该负起责任 帮他进行纠正 除此以外呢 同学们要查一查 在我们的作业本中 有没有用错字的这种啊 错用汉字的情况 同学们呢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 汉字越来越多了 同音字 形声字 也越来越多 因此同学们 很容易出现一些错字 那么我们就应该 在学习下写汉字的时候 尽量避免这些错误 产生错误的原因呢 可能有这些方面 一个就是字体 有些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比方说 蜜蜂的蜜和蜜蜜的蜜 另外呢 我们如果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之中 认识了 会写了 然后长期不用 就生疏了 也容易写错字 那实际上告诉我们 要想很好的掌握一些汉字 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进行运用 反复的进行练习 才能够得以巩固 第三方面呢 是我们年龄还比较小 有时候对一些字的辨别能力呢 比较差 认识事物往往是笼统的 对一个字的字体 大体上是清楚的 肆微之处就往往不容易 或者呢 没有好的习惯来进行分辨 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同学呢 在学习汉字的时候 做一个有心人 我们可以从同音字进行归类比较 进行记忆 也可以呢 通过字形 掌握 通过抓住一些字形的规律 比方说左行右生啊 比方说右行左生啊 上行下生啊 下行上生啊 外行内生 内行外生等等的 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给它归类 进行一些记忆 也是帮助我们记忆汉字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很重要呢 就是我们应该从作业本中找到这些措字以后 经常要分析 想一想我们造成这样措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比方说有的同学容易出现少笔或多笔的现象 有的同学呢 会出现呢 联系上下文的时候 对于他的意义的理解呢 不是很深入 另外呢 我们同学啊 还可以呢 经常翻一翻字典 我们可以从字典 词典的这种学习过程之中 具有初步的识字能力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要加强复习 那加强复习 同学们 让我们呢 一起来赞美汉字 赞汉字 汪竹百 中华汉字 生动形象 传播文明 盖世无双 连对成句 顿挫异扬 书法字体 各具特长 传书历书 古色古香 行书流畅 正楷端庄 狂草奔放 奉武龙详 对联形式 汉字独创 左右工整 能俭能详 即便研制 又共观赏 那么 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些书法 来欣赏这些书法 书法作品赏性 在中国的书法中呢 有很多很多大家 我们可以去通过查阅资料 了解一些言体流体等等的有关知识 只是从书法的一个角度 同学们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进行这样的综合性学习呢 还能够使我们有良好的一种品味 形成一种很好的欣赏境界 对于汉字的了解呢 同学们一定会有了很深很深的认识 从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七课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我爱你中国的汉字 我写作的时候 常常为我面前这一个个方块字而动情 他们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在吱声玩笑嘻嘻 像一朵朵美丽多姿的鲜花 愉悦你的眼睛 这时 我真不忍将他们框在方格里 真想叫他们离开格子 去舒展身体 去不受拘束地享受自己的欢乐 真的 他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 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 你看吧 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风韵 看到太阳这两个字 你能感触到热和热 而望见月亮 眼前却又闪着清理的光辉 清字是人有漂浮感 正字一望而沉坠 孝字令人欢快 胡子一看就像流泪 冷霜 好像散发出一种寒气 幽深凉的字一出现 你似乎进入森林或凝静的院落 当你写下人这个字的时候 不禁肃然起敬 并为祖先的创造赞叹不已 这些用笔画组成的美妙图画 这些由横竖撇纳构成的奇妙组合 同人的气质多么相近 他们在瞬间走进想象 然后又从想象流出 在记忆中留下无穷的回味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的小精灵啊 在书法家的笔下 他们更能生发出无穷无尽的变化 或挺拔如风 或轻量如烯 或浩瀚如海 或宁华如枝 他们自身就有一种智慧的力量 一个想象的天地 任你尽情飞翔与驰骋 在人类古老的历史长河中 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 拥有如此丰富的书法瑰宝 为什么中华民族成为拥有诗歌传统的民族呢 因为这些美丽而富有魅力的文字 给使用它的人带来了诗的灵性 看着这些有色彩 有声音 有气味的字词 怎能不诱发你 调动这些语言文字的情绪啊 像徜徉在夏天 夜晚的星空下 为那壮丽的景色而迷醉 我无限钟情于 我赖以思维和交往的汉字 并震惊于他的无限活力 和奇特魅力 我坚信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汉字将越来越被世人所珍爱 同学们 读了这篇文章 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深的感受到 作者所表达的 对中国汉字的热爱之情 为什么对中国汉字有如此的深的情感呢 我们通过他这篇文章 也能够感受到 汉字本身所具备的这种无限的魅力 和奇特的魅力 以及这种无限活力 那么让我们同学呢 在对汉字的认识的过程之中 了解过程之中 进一步的去加强对汉字的热爱吧 因此 我们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请你应该把你对汉字的这种情感 融到读这篇课文的内容中 要有感情的朗读 这篇文章 体会作者热爱文字的感情 当然了 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语句 抄写下来 同学们 通过我们的学习呢 你一定对汉字所具有的风力 和他所表达的不同的魅力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一段时间的学习 同学我们来看 你一定会有许多的收获和感受吧 那么我们要把它写下来 写下我们的收获 也就是说通过刚才我们一系列的学习 通过我们这些学习以外的搜索一些资料 我们要把这些资料进行归纳 总结 把相关的内容放到一起 然后通过办手抄报 办展览 开成果汇报会等形式来感受我们的学习成果 其实我们同学看这段话中的就这半句话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是把我们所看的东西如实的这么写下来就可以了 一定要对我们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整理 同学们 搜集材料 整理材料 御用材料 包括创造材料 是我们进行综合性学习很重要的四方面的能力 我们要把我们整理和运用的材料呢 写下来 写下这些材料就应该注意它的调理性 和你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意思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认识 理解 感悟 或者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展示 相信同学们呢 一定会有很精彩的收获 这次的 做过程学习 虽然马上就要结束了 但对汉字的探究 并没有结束 有信息的同学呢 还可以继续探究汉字的相关问题 比方说 要又多又快的实习汉字 有那些好的方法 至于记字的好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和学习的习惯呢 进行读解 比方说 同学们记汉字 可以用别的字 相近的字 来帮助记忆 也可以呢 变成一个小儿歌 来进行记字 也可以多写几遍 还可以给他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 等等 有很多办法 错别字 出现呢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我们可以寻找其中的规律 想想怎样才能避免写错别字 刚才在讲课的过程中 老师已经给你们介绍了一些 避免错别字的方法 比方说 多加强练习呀 比方说 要注意 不能够多比 少比了 再比方说 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要理解字的意思 这样才能够选择准确的字 汉字中有一些多音字 稍不注意就会念错 想想 有哪些好办法 可以掌握多音字 多音字呢 一定要注意 多读 有时候这个多音字 在我们读的过程之中 通过语感 就能够准确读出它的字音 我们可以利用图书馆或网络 查找更多的资料 进行探究 同学们 这单元的学习呢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通过学习这单元的课 我们不仅掌握了很多汉字的知识 享受了汉字带给我们的乐趣 同时呢 我想一定也会激起你去探索的欲望 希望我们同学去热爱我们的汉字 去继续为汉字的发展 做出我们的贡献 这节课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按下到这里 我先上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